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苗头的朋友 你们好 Dr. M. Bondex 的朋友 你们好 记住 如果想找我 去到Facebook Dr. M. Bondex Dr. M. Bondex 去到Facebook Follow 和Like 就不停收到我的信息 再不是 这个就是Facebook 再不是 就去YouTube 好 又是Dr. M. Bondex 就订阅 你就会 不停收到我 每天最更新的 不平凡的 自信 不但只是 财经 还有其他 很多很多 更正的 财经 只不过是其中一件 我比较上熟悉 但是我想分享 和你们 都是一些 更加重要的 就是 例如 神的说话 今天暂时没有 哈哈 将来我会继续 今天的题目就是 大家很期望的减息 很快就会来 最早的可以7月 遲些可能9月 大多数的 投资银行都是说 9月就会有减息来到 但是 你们不要开心 作为一个 资产股票的投资者 你们不要开心 减息的开始 之前已经有灾难 其实已经发生了 就是说 你看到这种情况出现 其实呢 之前 已经有灾难发生了 就是如果 去到9月的时候 你看到 去到9月了 减息 就是减息行动 就是说 你之前8月的时候 已经有灾灾出现了 他才会减息的 一定是这样的 灾难 才会减息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 减息减息 就是你其实希望 灾难快点来 就是你想清楚 那个 鸡蛋先还是鸡先 那谁先呢 那次序就是灾难 左 接着就减息 去救他 你不会无端端去救一个人 如果他不是暈倒了 你不会和他做心肺复苏的 你不会做CPR 他当然暈倒了 你才和他急救的 你不会用两个东西 你这样电极 这样打他心肺复苏的 如果好好的 当然那个人的心肪停止了 你才用减息 减息是一个行动 就是在医院的医院 在医院医院做的 就不是普通 日光日白 没有事的人 跑品部突然间 你停下 我不和你做CPR 和你电一电你的心 你不会的 你想一想才行 所以 Donald Trump 整天希望他减息 减息减息减息 其实是错的 你要去减息 就是希望灾难快点来 你不减息 就是灾难未到 是不是 就是次序就是这样来 你们要搞清楚 是不是 其实如果你是灾难 就是希望他加息 因为如果他加息 就是说市场是十分之正 股票升到七彩 我才会加息 那为什么要加息 是不是 明白吗 所以 因果 你要分清楚 有因有果 那个果 是因为是因 这个就是果 这个是结果 因就是灾难 那我告诉你 情况是怎样得到出来的呢 历史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论呢 现在慢慢跟你说 我讲了很多故事给你们听 真的 我好像容树下一位 先生 和一班小朋友聊天 大家朋友 没什么所谓 我就分享 我的知识给你们听 以及我的经历 因为我始终 人生月历 比你们 尤其是一些年轻的 二十多 三十岁的年轻 四十岁 我都比你大 所以 我见的东西 是比你多 不是 但是在投资方面 我经历 真是 亲身经历 是肉搏箭的 我现在三四十年 四十年 实际年轻 不要告诉你了 见过无数次的金融风暴 风浪盖过来 我今天还可以全身而退 当然是有些原因的 我现在就要把我这些知识 和经验 可以是无价宝 分享给你们 免费 那你们慢慢嘴咀 就告诉你 联邦处备局在12月 那时还说要加息 去年12月 还要加息 Dotblock全部要加息 在2019年要加息 2020年要加息 突然间 12月来过大嵐市 股灾大嵐市 立刻在1月 掉头说 不加息 我们停止加息 停止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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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叫in action in action 即是我不再做任何action action是什么呢 是一个attack 对这个事实 打 我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 是打来的 就是加息 那现在in action 就是什么呢 我停了在这里 我不做事 坐了在这里 那是什么呢 我不再攻击 不攻击 不攻击 但是他说现在怎样 现在怎样 5月的股灾 不是股灾 跌了6% 他们再说 12月之前 他们还在打仗 还在打 要打通胀 打通胀 打经济过热 预防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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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经济过热 因为事度太正了 我这个视频也说了 美国的时候 十分正 但他去到12月 尾 1月头 就是in action 就in action 好像老虎那样 坐在那里不动 那就是 这个是主动 由主动出击 现在去到被动 被动不动 就是坐在那里不动 傻仔 那怎么呢 等运动 等什么运动呢 不是等好运到 等恶运到 因为恶运到 那时候 好像5月一来 他就再出击了 又主动了 出来说话 就说要做什么呢 减息 减息是一个action 是一个动作 是一个move 我经常说 next move will be a rate cut 我经常说 next move 我不是说next move 是in action move 就是一个举动 就是一个举动 举动就是什么 又打 今次掉头打 打那边 初初我加息 打这边 接着我不动 接着我左手打那边 就是市役转弱 由12月开始 市役转弱 12月之前 就是这里 接着1月至4月 是这里 5月打后 5月打后 5月之后 现在又再出动了 首先考树 《左右护法》 《阳萧泛谣》 刚刚上个星期出来说 我们会用尽所有方法 extraordinary measure to make sure to make sure the market the economy stay where it is 就是说 我们会用尽所有 非正式正式的方法 来令到市场 维持在现状 现状 不让它塌 不是不让它升 没有人说不让它升 是不让它塌 想清楚 stay where it is 就是说 don't go down 不是don't go up 明白 所以你考虑到这个flow chart 你就知道 或者你不想 希望它减息 会不会 因为有个提示 有个pre 之前有个reason 有个理由 你才减息 理由是什么 停止加息是一件事 是一个in action 不动的事 但是去减息这个动作 就是一个action 一个动作 是主动出击 那你为什么主动出击 当然有问题 你才主动出击 对不对 对不对 现在 全球的投资者 在五月那次 十分感到不安 已经出来 人们害怕 害怕十二 因为太近了 十二月那次 人们真的很害怕 那些人稍微风吹走动 都很震震 所以 加上中美贸战 也暂时没有化解 现在唯一希望 就是G20会 有些好消息出现 现在 恶化程度就增加了 现在中方和美方 大家互相打拳 互搏 在说话之中 中国弄了个list 就是说 一些我们不相信的公司 又不跟他做生意 一些人不跟他做生意 又说我们稀土又要禁止 出口给美国 美国又说 你们人权有问题 维吾尔族 这些东西 中美贸易战就加剧了 全球的经济增长 亦都看到根基不韵 因为数据出来差了 那些数据 制造业又差 企业的数据又差 还有一个差点 就是 原油库存 越来越库存得多 不知道放那么多油 在那里库存 做什么 搞得油价太幅下 去到62元 试过破了60元 现在都有些反弹 但是这个楼价下 对油股 油的盈利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美国的油公司 和这些未发达国家 生产油的那些 就收入大减 收入大减 股价就跌了 股价跌 他们的债务 因为庞大 还有美元计价 然后他们可能还债 就困难 因为不够钱 去还债债券利息 这就令股价下跌 他的股价下跌 这些股价不是被下跌 被下跌就是 银行就要加息 如果再要借钱的话 然后银行就发觉 他们借了钱给油公司 就发觉很多可能变坏账 银行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银行和这些油公司 就有很多关系 所以一环扣一环 现在这个美国的库存 就越来越多 Donald Trump当然是开心 他当然是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库存多就跌 油价下跌 通胀就低 通胀就低 那就会开心 那些人就会用油 用得多些 不需要那么 美国人最喜欢银行车 银行车有很多油 有一个州 好像我们那时候 最流行去加拿大 一天就银去Florida 去玩的 银行车 银行车 即是有几天 都很开心 但用很多油 用很多钱 现在油价便便 那些人消费能力高 知道吗? 所以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 这些因素 导致 美国股市应该要下滑 应该要合理 那 其实 如果不是有这个 我不停和你们说 一月 去年也说了 有三个主要的势力 在后面支撑着 全球的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 不是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不关他们的事 他们搞不定 他们是无法可施 坐以待毙 股债券市场已经是disaster 有一个Fat Put 里面有一个叫Power Put 这两个Put 策务人就是Trump Put 三个人 是挺住 US 和World 市场 市场 不让他们倒下 这三个Put 都挺住 无论 用任何手段 我都要挺住 如果没有这三个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会倒下 是很厉害的 是很厉害的 是比这样是重的 所以 true 甚至导致三万三到现在 二万七左右 都不能去了 除了这样子 都不能这么多振屏 Games 都不能去三万点 就可以 allows 你們想想 因為美國比較直接由特朗普去控制 特朗普沒有控制香港的市場 美國市場移交了六大銀行 而且選民是美國選民 不是香港的選民 他管你香港什麼事 最重要是美國股小店 所以美國大銀行 傳播S&P就碰到滾借 始終二千八那位S&P在發上發落 無論什麼壞消息 壞的行動出現了 他都用口述托回去 期貨市場走勢說 美國聯儲局今年年底減息一次 一次減息一次 機會是多少? 81% OK? 81% 上一個節目說 幾間大銀行都說 他們在9月 最多是9月一定降息 由25% 0.25%至0.5% 有一個說是7月 現在是81%今年會加息 最少一次 自從4月份 4月份出了一個很強勁的飛龍數據 那時候你猜 機會率是多少? 47% 這是4月的時候 經過5月的小型股災 達到81% 那你說 是不是股災 股災就是因 減息就是果 股災一來 減息機會就會增加 你股災不靈 都是維持47% 如果股市升到33,000 香港 NASDAX升到8,000 你猜這個指數 47%會跌到多少? 我打算跌到20多 這個不是指數 這個不是兩個連結合了 是不是? 明白嗎? 這個預期不是沒有道理的 直到今年1月份 美國聯邦署哥倫說過 一份支持 他們還是有加息的立場 雖然當時已經圍繞著中美摩擦 又有政府停靶 不動 低通脹 這些呢 那時候也影響不到 連儲備加息 但是後來到了1月 自從那次股災 10月底股災 這些所有事情變成原因 其實也不是原因 原因只是股票跌 說來說去就是 跌就改變了聯邦署哥的策略 到了3月份 美國聯邦署哥倫說 2019年3月的時候 就說我們不會動的了 不會動的了 成年都不會動的了 不會加息不會減息 因為那時候股票正 他們不想做槍手 所以 就是維持不變 而在2018年12月的時候 他們的核心預期 就是今年會加息兩次 到1月份就說不加息 到5月份後 6月份就要減息 有一位策略師 就是Robert Perry 就是Coinstone Macro的 他就說了 在歷史來說 聯邦儲備局 只要在兩個情況之下 才會做減息行動 這個分析真的十分正 我現在就和你分享了 他就說 只有在兩個情況之下 聯邦儲備局才會減息 那麼在哪兩個情況之下 才會減息呢 從歷史來說 第一 就是發生 即是已發生 經濟衰退 已經發生了經濟衰退 又或者 這個可能性 大幅提高 第二 就是股票市場 跌幅 即是大跌 足以威脅 金融市場 這個 這個穩定情況 才會放鬆 兩個原因 就是經濟衰退 發生了 或者 是有機會率大幅提高 現在呢 數據十分差 但是還有一些數據 正的就是 labor market 如果 labor market 都衰掉的話 GDP又低了 就是他所說的 經濟 那個前景 十分之暗大 衰退 機會十分大 所以 那或者市場 市場 市場 跌得很努 至多 impact 的最好 就是金融銀行的穩定性 其實他說在這幾十年內 聯邦儲備局在一個不明顯的情況下 沒有這些情況 由義無反悔去減息 這幾十年只試過一次 就是1995年7月那時試過 但你不要記得那次為什麼會發生 就是之前美國聯邦儲備局 在一年之內將隔夜利率加了3% 一年加了3% 很厲害 而且那時美國出現一個很明確的放緩跡象 在經濟上 但現在就沒有這樣的情況 你的勞工市場強勁 你講來講 它就是不明顯率低 1995年聯邦儲備局 那次在1995年7月那次不同 那次的就義報告很差 就出了出來 那變成經濟下滑 就是現在這樣說 就是現在聯邦儲備局 你看回我以前的影片講 就是聯邦儲備局現在的backbone 那個支撐 頂住的位置就是 他就說通脹低 就是在它sistemic不是低 在它sistemic 2%之下 他唯一 他說我們很厲害 第二 那個 labor market很strong 所以支撐到我們 我們不用加息又不用減息 知道嗎 我們現在是很strong economy 所以我們不怕 我們不怕頂住我們 但是當 labor market一弱的時候 它就沒有了這個支撐 就發下去了 發下去了 那可能就是那次引發它減息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要留意著 就是unemployment unemployment就是我不停留意的東西 如果 如果連續三個月都上升 那就很大機會 美國出現問題 那通脹呢 問題呢 如果通脹是大幅下滑 當然聯邦儲備局 也都有條件去減息 但是通脹不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就是 經濟是壞得很重要 而且股票一定會跌 那通脹暫時呢 我都看不到會認真會大幅下滑 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中美貿易戰 中國不停在加關稅 美國有關稅 那通脹怎麼會突然降低 那些東西都貴了 那最後呢 我覺得局勢一定要惡化到 在一個程度呢 美國聯邦儲備一定要減息 來救市 它才會做的 即市場一定要大跌 那 如果純粹經濟上來說 一定要放緩到一個跡象 也很嚴重 純粹經濟 你去看資料 就一定要放緩得很厲害 才有 即是 衰退的可能是大幅增加 它才會去減息 純粹看資料 雖然它說資料 depends 我覺得都是假的 有什麼資料可以留意呢 例如消費者信心指數 製造業指數 如果數據出現了 但是市場沒有大幅下滑 我始終覺得 這種失望的情緒 這種失望 就不足以令它減息 我始終覺得是想了 市場才會減息 他們正在看一些硬數據 他們不得說Data Dependence 就是看就業 最重要是看Unemployment Rate 支出和生產 現在情況十分空險 我們留意著 記住 在空險的情況之下 經濟下滑 或者已經放緩 已經倒塌 或者股票大跌 而這個股票大跌 最主要原因 聯邦儲備局才會減息 例如在1998年 9月的時候 減息的背景就是 俄羅斯違約 波及到全球的信貸市場 所以以上的原因 我相信各位投資者一定 一定是不想聯邦儲備局去減息 因為現在減息 估計是已經發生了 你們反而希望它快點加息 因為股票已經大升了 明白嗎 OK 今天報導完畢 掰掰